越來越接近選紀錄 台北市醫師這項工匯 還有醫療團體 早期開機家會 來批評三組好三人的醫療政策 工匯是批評說 這三組臨算的加薪政策 都只是香錢 給便宜而已 是沒辦法來解釋 以後令人貴勒的狀況 付錢給醫院 更要法規勞權 立法理事總統代算 特別進入最後30天 台北市醫師這項工匯跟醫療團體 在你共同調戲去這回 批評三組總統好三人的醫療政策 占對保理事項令力 民進黨總統好三人 落成的策略 是副代救生 保理科學的員工 工匯反路 他在補充令力 強調給便宜 國教不怕別人 厚十幾十六天 新進的護理人員 他們已經沒有實體 實習的經驗了 如果在接下來的 就是新進的護理人員裡面 他們的國考的就是標準都還放低的話 那只會造成就是資深的護理人員 就是覺得要帶他們的壓力很大 另外今年也正當後 民眾就義行為會幾項台 健保財務很欠錢 工匯技術 無關是國本地 豪遊技 提出的 正加醫療道主告 GDP的倍趴 或是若稱得生樂的年200億 提升醫護監管台股 其實都是由主管 化學醫療機構 既然醫護是真的要得到錢 也不知道 而且三組核酸人對醫疏流環政策都沒說到 希望看到更多的可以去制裁醫院 或者是說去制衡這些財團醫院 去做一些對醫護人做一些沒有善待或剝削的這些行徑 政府近年的調查也顯示 並不是全部的醫院領到這些費用 都會拿來用來改善這個護理勞動的問題 港匯政府除了加薪港界港祖龍 也應該碰出其他的股肉 像港界太雄年紀 保重疫苗安全政策 才能夠吸引 讓理事老金還是活流 讓有三組總統好選人 不應該選情贏錢開一票 讓會看以後繼續收 記者綜合報道